對於專案住宅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朝向減輕益安置戶他們的負擔來研究 減輕他們的土地負擔 這個我們可以來做 我們來研究 來研究 我認為不但要減輕 我認為根本完全不應徵寄這一筆土地款 你認為呢 我們來檢討 我們會來檢討 你多久給我答覆 年底錢好不好 年底錢 可以可以 我來得及 好 那就年底錢 好 再我離開議會前 我們很有效率 謝謝 第一點 社子島開發案 那我們市府打算用13公頃的土地 來建築五千兩百戶的住宅 那麼公 社子島民安置住宅 那麼這一點我要要求 蔣市長 你能夠承諾 也就是說這13公頃的土地 不應該向社子島民這些安置住戶們 跟他們寄收 那我的原因很簡單 社子島已經受了六七十年的委屈 其次 這13公頃的土地 是來自社子島320公頃已經交給市政府開發的土地 那簡單講 這是用社子島的土 去粉刷社子島的牆壁 台灣外公叫做用霞兜的頭 狗霞兜的拚 很清楚嗎 所以這完全沒有向社子島民來寄收的正當性 如果今天這個五千兩百戶的安置住宅 是我們市府另外從信義區 從豪宅區 從台北市任何其他地區 去拿來的土地來蓋這些安置戶 那沒話講 那應該由安置戶 來出這一筆土地款 但是這五千兩百戶使用的十三公頃 完完全全是社子島被市府徵收而去的土地 所以我認為現在就應該把話先說清楚 我認為這十三公頃給社子島住民使用的五千兩百戶 不應該由社子島居民來承擔這筆土地款 小市長 你認為呢 剛才局長也跟你講了嘛 我上禮拜才跟局長談過這個問題 你認為呢 謝謝議員的建議喔 對於專家住宅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朝向減輕安置戶他們的負擔 來研究 減輕他們的土地負擔 這我們可以來做 我們來研究 來研究 我認為不但要減輕 我認為根本完全不應徵 寄這一筆土地款 你認為呢 我們會來檢討 你多久給我答覆 年底錢好不好 年底錢 可以我來得及 好 那就年底錢 好 最好我離開議會前 我們很有效率 謝謝 謝謝